歡迎收看漲跌密碼 我是曾偉 台北股市今天是開高走低失手了8300點的關卡 中央加元指數是下跌51點 收在8282點 成交量是722億元 而今天的盤勢如何分析下 為您邀請到兩位的專家 首先是大宇國際證券投估的張宇明總經理 主持人好 這邊有大家午安 第二位是蔡依林分析師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晚 盤面向的掌握先來請教張總 好的 今天大盤跌51點8282 禮拜一拉回留上雲線71點 也說這裡這一兩天拉回了120點 如果你不曉得這個風險 你可能今天就受傷了 我們把時間回到禮拜一 當時留下70點的上雲線 上雲線代表什麼 代表上公無利 來 我們看一下 這是禮拜一的格局 禮拜一為什麼留下這條70點的上雲線 我們看這條叫做半年線 這條叫做季線 半年線季線兩個同時往下 當然會形成對大盤 剛好碰到半年線季線 剛好形成它重大的一個壓力 我們說這個地方留一個上雲線的原因 就在這裡 兩條均線集結 當然這地方反壓很沈重 因為它是往下的 上公不去打下來了 所以禮拜一其實跟你警告 這個地方不大對 今天再跌51點 那我們看到很多的股票 到底如何來操作 前兩天有一個好朋友跟我相聚 算是我很好的一個同學 他跟我說 今年跟去年到現在 他做股票賠了很多錢 最少把他1000萬 最少賠掉500萬了 那我就問他你買了什麼股票 為什麼賠那麼多錢 他跟我說他買了玉米 他為什麼買玉米 他一定會講一大堆理由給你聽 每一個人買股票的理由 都是一大堆 都很充分 聽起來都很有道理 那最後就是做錯 他當然一定說油價下跌 對不對 看到航運的成本降低 所以他覺得這個地方 是一個利多的題材 將來他一定 既然成本降低了 利潤一定會提高 股價一定會大漲 這是他以往的想法 但是這一波好像跟這個走勢 跟這個想法都不一樣 最後買進去之後 股價突然跌了重挫 跌了四幾% 當然他就受傷了 第二檔他是買了上癮 你問他為什麼買上癮 他一樣可以講很多理由給你聽 因為這是做機器人的 將來人工都會被機器取代 這個非常有前途 他還會講一大堆理由給你聽 但最後兩個字套牢 為什麼會這樣 一定有道理 第三檔他過後 他買了真點 所以我今天特別把這三檔股票 拿出來說明一下 那發現這三檔股票 大概跌到四到五成 他發現說 股票操作很困難 困難什麼 困難就是他找不到方法 他用他的想法做股票 最後都輸掉了 我想這也是很多 投資朋友的遭遇 你用你的想法在做股票 最後你輸了很多錢 所以股票很難操作 尤其經過這一波的修正 你會發現股票真的很困難 困難省什麼 像李白講了一句詩 李白在詩裡面講說 蜀道南南乳上青天 為什麼蜀道 蜀就是四川 四川古時候 四川叫做川府之國 但是他進去很困難 因為他道路非常不方便 那蜀道南形容什麼 這是三國的一個劇情的照片 他在這個牆壁上修一個戰道 木板做的 士兵走在上面 戰道這邊掉下去就是萬丈深淵 所以你看士兵走的時候 靠著山壁走 他不敢走在旁邊 走在旁邊會掉下去 所以他靠在山壁這樣走 非常非常的困難 當然這個木板做的這個通道 叫做戰道 一個木客棧的戰道 戰道木板做的一定非常的不牢固 士兵走在上面 那很困難 那士兵出去打仗要不要運糧食 當然要 你沒有米 你沒有那些馬刺的那些飼料 那你怎麼士兵怎麼打仗 那人走都很困難 何況要運糧食 你要怎麼運 你在背包50公斤的米 你看你怎麼走 那很困難 非常非常的危險 所以蜀國就是這樣 這個進去防守 跟攻擊都非常的不容易 你要進去攻他很困難 因為你要走這個戰道 你要運兵運糧都很困難 所以我們說以前說 蜀道難 難乳無上青天 蜀道之難 難乳無上青天 好像青天有路 你走不上去的 沒有階梯 你怎麼爬到天上去 蜀道也是一樣 那如果把這句話用在股市裡面 尤其這一波受傷的人 也差不多了 把這蜀道難改成 股市之難難乳無上青天 為什麼股票這麼難操作 因為在股票裡面 很多人想要白手起家 但是他沒有武器 他手無寸鐵 他沒辦法去判斷 這些股票 到底是多頭還是空頭 他用自己的想法來做股票 最後當然就輸了 所以我們再回到剛剛的股票 為什麼他們會做錯 一定有原因 為什麼他們要買也有理由 最後他做錯了 等一下來了 對不對 所以他就受傷了 對不對 那我們說有時候這些人 他為什麼做股票 因為他曾經賺過錢 但他不曉得他賺過錢的原因 是因為運氣 他不是來自於實力 運氣是一時的 實力才可以長長久久 那我們說賺錢 有時候是靠運氣的 不小心剛好被你買中 然後你賺一點錢 有時候是真的是實力的 那如果賠錢的原因 賺錢你有兩種 實力跟運氣 賠錢的原因只有一種 實力有問題 懂意思嗎 當然一個人 到底有沒有實力 其實自己心裡都很清楚 你摸摸自己 有沒有實力 你一定很清楚的 為什麼 因為你存責會告訴你 如果你存責越來越少 那就是表示你沒有實力 那如果你的存責 慢慢慢慢的增加 那表示你有真正的操盤實力 那如果有實力的人恭喜你 沒實力的人我來幫助你 所以要記得 股票操作不是靠運氣的 就像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記得小時候 我媽媽常常煎 虱目魚給我吃 因為鄉下 就常常有人賣虱目魚 那吃著吃著 媽媽就習慣媽媽的味道 就喜歡吃虱目魚的 那我來都市上班 有時候很想到 媽媽煎的虱目魚很好吃 那就會去菜市場 去超級市場買一條虱目魚 想要回來煎煎看 看可不可以跟媽媽一樣 煎得這麼好吃 來 姐姐這個最慘 那就把它弄下來煎 煎完之後 我的虱目魚不是像媽媽煎這樣 媽媽煎真的很漂亮 一盤虱目魚煎得好漂亮 那我們煎出來虱目魚 當然這不是虱目魚 我找不到圖片 就拿一個一般的魚的圖片 煎出來就像這樣 爛爛爛爛的 那我就很納悶 奇怪怎麼會煎不好 看媽媽煎很簡單 然後媽媽每次都這樣 兩三下就清潔溜溜 就煎出來一盤 很漂亮的虱目魚 那為什麼我去煎 煎不出來 看媽媽做很簡單 自己煎 煎不出來 然後我就打電話問媽媽 媽媽怎麼會這樣 媽媽就教我 他說你油有沒有熱 他說什麼是熱 他說你要油放下去之後 看到冒煙 煙很多上來 油開始啪啪啪啪啪 那就是油熱了 油如果沒有熱你就把魚下鍋 鍋會黏住魚 鍋底會把魚皮黏住 那你翻面的時候魚皮就爛掉了 油熱了 魚才能下鍋 你不能油倒進去 然後魚就放進去 這是不對的 我說喔 第二個你不能常常翻面 翻來翻去 翻一下翻一下 不行 這樣魚就爛掉了 所以油要熱 要溫度高起來 冒煙了熱了 第二個不能常翻面 你可能翻個一兩次就好了 原來就是這樣煎 那你不懂方法煎 而且你看媽媽煎很簡單 你煎出來變魚鬆 便利盤碎片的魚 不是虱目魚的 所以有時候你會看到 這做很簡單 可是你自己做 你會發現很困難 原因在哪裡 股票上也一樣 為什麼有人贏有人輸 贏的人有方法 輸的人很簡單 他一定不懂這個技巧 雖然找不到方法 當然做股票就會做輸 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來舉這個例子 贏家他一定有一套 正確的炒盤邏輯 如果輸家他一定沒有 他是靠運氣 所以我們說不同的人 他們會有不同的命運 股市裡面有新手 有老手 有高手 有贏家 他們有什麼不同 新手看到指標交叉 看不到多空 老手看到多空看不到強弱 高手看到強弱看不到支撐反應 贏家都看得到 他可以看到多空 可以看到強弱 可以看到支撐 可以看到壓力 當你把這些東西 多空 強弱 支撐 壓力 一目瞭然的時候 你股票怎麼會做不贏 所以做股票四個東西要知道 你不知道你就做不贏 你不知道這四個東西 就表示你沒有方法 你就做不贏 你知道一個沒有用 你知道兩個也沒有用 四個都要知道 再講一遍 多空 強弱 支撐 壓力 所以做股票最重要的事情 多空 強弱 支撐 壓力 當你把它搞清楚了 你就不會做錯邊了 所以我們回頭過來 看三檔股票好了 我們這個同學 他為什麼做錯這三檔股票 我們來看一次 來 玉米 為什麼玉米不能買 我們來看一下 玉米 為什麼他這邊會開始跌下來 然後到這邊就長不動 你這沒有答案對不對 有沒有看到壓力 有沒有看到支撐 有沒有看到很多反壓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裡轉空了 有 那你說這個地方反倒上來 下面沒有 所以他還是沒有買進訊號 一波到這裡 所以如果你就知道這裡 不能再買了 出廠了 投資朋友 請問你會賠四成嗎 不會 你們在這個反彈 你們就去追嗎 不會 這個又沒有反多 你要追什麼追 反而他也沒有克服 所以你是不是這樣一目了然 你這看不清楚 所以你不曉得這裡要跑 你在這裡傻傻的捏 你在這裡又攤平加碼 最後全部套住了 原來這個叫不對的格局了 所以當你把四個東西看得很清楚了 多空 強弱 支撐 壓力 原來反壓非常的沈重 這已經變成空頭格局了 這邊翻起來下面沒有翻也沒有用 原來這一波都叫空頭格局 所以這一段你就不會買 你就不會賠這四成了嘛 答案不就這麼簡單而已嘛 所以股票四個東西 你一定要搞清楚 多空 強弱 支撐 壓力 搞不清楚 學會攪不完 會輸會贏就差別 你有沒有這個方法 你有沒有這個技巧而已 來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的 另外一檔 上銀 好 上銀為什麼不能買 我們看一下 上銀 為什麼說上銀你買進去 你可能會賠錢的 來 上銀 這個反壓好沈重喔 對不對 所以當你買了這股票之後 你就開始要準備賠錢了 當他準備翻多的時候 上面又出現反壓了 那這一段就不用講 這段完全都空頭了 所以我們看完這股票 投資朋友 請問什麼時候可以買 好 你說這裡勉強買 好 你這裡買 你這裡要出啊 那也不會賠到什麼錢 你說你這裡買 你這裡要出 那你也不會賠什麼錢 所以我們看一波過去了 這一段不能買 這一段剛剛講過了 這一段也不能買 那既然這樣你避開 你只會賠五成 你不肯賠五成 不是嗎 我們再看最後一檔 來 真點 為什麼它會跌45% 那請問這股票有什麼跡象 那如果你看到一些東西了 你就不會買進去了 我們再看一遍 哪些東西 多空 強弱 支撐 壓力 當然你把它都搞清楚了 那請看這股票 這是你看的K線 這是張宇明看的K線 天啊 這反壓多沈重 嚇死人了 對 幾百個反壓 當然你看到這種股票 你還有有興趣要買進去嗎 不可能 就像我們看到一個女生 又沒有教養 臉上又一大堆青春痘 那可能還有暴力傾向 你嫁給他要不要打老公 那你怎麼敢娶他 不可能 你連跟他約會 你都不想跟他約會了 不是嗎 所以我們看到一檔股票 如果你發現他問題重重 那你怎麼會去買他呢 不可能 你怎麼會去買這種股票呢 為什麼你會買這種股票 因為你看的一定不是這個 你看是這個 你看不是他到底多空強弱 支撐壓力 你搞不清楚啊 所以你才會 一個報紙 或是你看到一個什麼東西 就買進去 然後開始賠了 然後就賠15%了 中間你也不曉得他 什麼東西 你也不曉得要賣出 甚至反彈的時候 你可能再加碼 那如果你看到這一張 你敢買嗎 天啊 天啊 這個根本就大花臉 你看那個女生 滿臉都青春痘 你會很喜歡他嗎 我認為是應該不可能的 那你看這個女生 有幾百個青春痘 你數得完嗎 那你怎麼會喜歡他呢 不可能 所以我們說很簡單 你做股票 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你看不到 這最重要四個東西 你看到了 就沒有運氣問題了 你看到了 這麼清楚看到 那你怎麼可能去買呢 反壓重重啊 這不對啊 這四關裡面 這關就過不了啦 不是嗎 那你怎麼會買這種股票呢 那當你看懂了 你會去買 然後賠45%嗎 不可能 這事情不可能發生了 所以我們做很多事情 它是可以處理的 它可以解決的 它也可以事先預防 甚至你可以看到 最後的答案了 當你看那檔股票 反壓重重 不用看了 最後一定沒有很好的下場 一定是跌下來居多的 所以你看完這個格局 你可能很早很早已經 你就看到了 不這樣不用跌到這裡 你在這裡就知道 這股票不對了 這麼多反壓怎麼漲 100多你就知道 還要跌到60塊 你才知道嗎 不用啊 所以我們用這個道理 運用到很多的股票 這也跌五成 那可不可以買 你一定不曉得 它什麼狀況 有沒有狀況一定有 沒有狀況 一檔股票不可能跌五成 但有狀況 你要再高檔就要知道了 你不能跌下來才知道 跌下來知道完全沒有用 也幫助不了你自己 對不對 高檔你不知道跌下來 有知道有什麼用 你知道它有什麼狀況 有什麼問題 業績衰退都沒有用了 因為你學會繳不完了 所以我們說你什麼時候 要知道它的問題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就要知道 那你這裡怎麼可能知道 你當然不可能知道 你沒有方法怎麼會知道 那如果你有方法 我們剛剛講過 你知道它的支撐壓力在哪裡 你知道它多空方向 高檔就要知道了 那你就不會買這股票了 那怎麼高檔知道 注意看 這是你看了K線 這是這一張是張偉銘看到 同樣的 你看了K線 我只是把它轉換成 我的股神系統而已 有沒有 就在這裡 天啊 是不是反壓已經出現了 那當你這麼高檔 你就知道它反壓出現了 你還要再追嗎 要不要考慮一下 不對了 是不是剛才出現三個反壓了 格局不對了 有沒有翻紅 沒有對不對 都沒有翻紅 到最後變成綠磅開轉空了 哇 大江東去了 所以高檔就跟你講 這個格局不對了 跌到下來更跟你講 沒有任何翻紅機會 在這裡的時候 下面兩線翻紅 曲線還是空頭啊 所以這一段格局 根本就不能買 那你看完之後知道答案了 那你會去買這股票 賠50%嗎 你只要知道它壓力出現啊 你不是跌50%才知道啊 是不是 所以任何一檔股票操作 你一定要找到這個方法 你沒有找到這個方法 你怎麼做都做不贏 今天就算告訴你 瑞宜它因為業績怎麼樣衰退五成 結果股價跌了五成 今天跟你講這些都沒有用 因為你股票已經賠了 高檔給你預告的才有用 是不是這個道理 來 它為什麼漲上去 都漲不上去了 這一段跌下來對不對 為什麼這一段會漲 這一段會跌 為什麼 答案不就一清二楚了嗎 為什麼它會跌 原來 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清二楚了 你這麼清楚 看到它的支撐壓力了 看到它的格局不對了 投資朋友 請問你還會買嗎 你還會想要把口袋的錢掏出來 100萬 200萬買進去這種股票嗎 不可能啊 世界上不會有那麼笨的人 不可能啊 對不對 那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看的是這個啊 你不知道啊 你不是看這個啊 那你看這個你就不會去買了嘛 為什麼 你已經知道壓力來了嘛 那你怎麼會把錢砸進去呢 沒有那麼笨嘛 對不對 所以有人說 人為什麼有很多煩惱 忘不了 該忘了忘不了 放不下對不對 有些事情你心放不下來 因為卡在裡面 朝思夢想 當然就不快樂嘛 想不開看不透 12個字 讓人生充滿了煩惱 那股票市場裡面 兩項而已 六個字而已 就是看不開 想不透 看不到他的反壓 看不到他的支撐壓力啊 對不對 跌下來你也不曉得 他為什麼跌下來啊 你看不開想不透 最後呢你買錯了 該跑沒有跑 不該買了買了 那當然投資人放到就來了 我們再看另外一檔 來 課程 跌五成喔 那你看一檔股票跌五成 是不是一定有很大的問題 可是你又看不到 問題在哪裡 為什麼 公司業績這麼好 去年賺23.5 現在第三季就已經賺23.4了 是不是前三季就賺一整年了 那今年在第四季再加進去 不就30塊了嗎 去年賺23季賺30塊 每個公司在成長 對不對 那怎麼會股價跌五成 你連結不起來啊 不可能啊 你怎麼想都想不通 你怎麼想 你白天想 晚上想 你怎麼想都想不通 怎麼可能這樣 前三季賺23 去年賺23 去年賺23 今年第四季隨便賺5塊8塊 30塊啦 公司也沒有任何衰退 都成長啊 你看哪有看到衰退 都在成長啊 比去年同期都成長 都紅色的啊 他也沒有任何的衰退 問題就是股價跌五成 所以你怎麼想 你都想不通 怎麼看你都看不透 看不開想不透 怎麼想都沒有答案 最後你當然就每天煩惱很痛苦 這麼好的公司 是你賠進去股價賠5成的 為什麼 你看不到他支撐壓力多空強弱啊 那如果你看到了 你會去買可乘嗎 你告訴我你會去買可乘嗎 這不早就出現問題了嗎 那是在這裡出現問題嗎 股價402最高點385 來 攝影師特寫一下 有沒有看到385就出現反壓了 然後是不是385 那你會再去買這種股票嗎 不可能啊 所以跟這麼多的壓力 它怎麼漲啊 那你不就知道了 那你知道了 你就不會去陷入那個迷失了 喔 公司很賺錢 問題股價就不漲了 加上你看到問題出來的時候 喔 原來這樣 你當你喔 原來這樣的時候 你錢已經賠掉了 你已經賠五成 賠六成了 都沒有用了 對你操作完全無際意識 有沒有道理 所以你必須把這個方法找到 你找不到 你怎麼做都做不贏 來 當然未來要操作什麼 我想我在這個禮拜的演講 會講得非常的清楚 很多人都有迷失啦 那這種行情這麼難做 未來的股票應該要怎麼操作 來 這個禮拜 禮拜六台中下午2點 禮拜天228在高雄下午2點 禮拜一回到台北 晚上的6點鐘 這三場演講我會告訴你 選股不選市的秘訣 要怎麼樣選股票 選到對的股票 在這演講裡面 都會做一個清楚的說明 記得把電話打通 完成報名 把時間交給主持人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廣告 後來繼續請教張宇明總經理 歡迎回到掌碟密碼 關於大盤的後事觀察 繼續來請教的是 張宇明總經理 好的 我們說贏家 他一定有一套 成功的操作邏輯 他一定有辦法判斷 那股票多空 強弱 支撐壓力 如果你沒辦法判斷 要贏就很困難了 所以我想一波行情下來 大家都覺得說 2015非常難做 我會跟大家講 2016可能會更難做 來 暑道難 難如上青天 因為暑道 暑國 以前道路 三國時代 這個沒有路 他就因為山壁很陡峭 他就在山壁弄一個戰道 木板釘出來 下面用一個木板撐住 你走的時候很小心 要不然掉下去 很恐怖 蜀大南 南如上青天 很困難 很難走 現在股市南 南如上青天 很多人都這樣想 為什麼 因為你就攀在牆壁上走 你看多 一不小心掉下去 你看這多困難 如果你在股票操作是這樣 你看你怕不怕掉下去 為什麼會掉下去 他說沒有 為什麼會很難 因為你沒有方法 你手無寸鐵 你手無寸鐵 當然在股票上 你會覺得很困難 很多股票 你沒辦法去判斷 到底該買不該買 到底是不是買對還買錯 來 基本面的好壞 他不會在財報上面告訴你 我想這種講法 最適合的例子就是什麼 就是剛剛講的可承 可承 可承基本面好不好 很多人說不會 基本面好你一看就知道 對啊 他都很好 每個月都成長哪有不好 對不對 去年23 今年前三季就賺23了 2015年前三季就賺23了 那你說那不好買好的不得了 基本面好不好 誰說那不好 好的不得了 怎麼哪有不好 非常好啊 但是股價有沒有漲 對不起喔 你會覺得基本面很好對不對 基本面很好 財報上不會告訴你 你會覺得很好 很好為什麼股價大跌 很好應該股價大漲才對啊 所以你覺得你看到是真還假的 當然是真的 問題那個真的對股價沒有幫助 這個道理很多人是搞不懂的 他想不通的 基本面那麼好 那股價為什麼不會漲 那如果你可承想不通 你看別的股票基本面很好也沒有用 那如果跟可承一樣 你不就完了 你錢不就賠光了對不對 所以基本面很好 你會以為股價會告訴你 你會以為財報會告訴你 對啊 問題告訴你沒有用啊 對啊 他真的有告訴你很好啊 對不對 去年23 今年前三季就有 2015前三季就23 那第四季隨便那個5塊8塊30塊 那成長這麼多股價應該大漲 結果它大跌 所以這個道理 你能不搞懂嗎 那如果你這個道理沒有搞懂 你在看什麼公司 基本面好有什麼用 你每天看財經新聞 每天看那些財經頻道 哇這公司成長多少多少 如果跟可承一樣呢 你不就完了對不對 所以你要把這個道理搞懂 那我們說 一個新手 他看到指標交叉 看不到躲空 老手看到躲空看不到強弱 高手看到強弱看不到支撐壓力 贏家什麼都看得到 看得到你才能夠成為贏家 回到剛剛可承 為什麼跌 沒有人可以解釋啊 所有講基本面都沒辦法跟你解釋啊 你也看不到任何基本的數據不好啊 問你股價就大跌無成啊 我可以告訴你答案 就這樣嘛 那法人家太沉重嘛 就這樣啊 這答案就在這裡啊 雖然你看半年多過去了 你看我哪一天節目跟你講 可承哪有可以去買 剛好相反跟你講 可承不好不會要去買 你絕對不是第一次聽到 我跟你講可承不能買 對不對 為什麼 反的太沉重嘛 來 那我們可能過來看這一檔 可承賺23塊前三季 那是前三季才賺1塊多 那這樣好不好 你看也沒有比可承漂亮啊 還要賠錢的還要互成長的 那股價呢 你要漲3.5倍了 你可以想像嗎 一個賺1塊多可以漲3.5倍 你可以想像嗎 你沒辦法想像對不對 賺1塊5 他可以股價漲3.5倍 頭這邊喔 現在股價已經漲那麼多了 你看漲了六幾塊了 那如果賺1塊多漲6幾塊 那如果10塊都不要漲600多塊 那如果像可承24塊不要漲到1300了 對不對 那可承為什麼還得低下來 所以你從這些數據 你其實沒辦法推算股價了 有沒有道理 對不對 他漲1塊多 賺1塊多為什麼會漲64 你找不到答案啊 對不對 那如果1塊多賺64 那10塊不就要做640了 對不對 不可能啊 怎麼可能 是不是這樣 所以很簡單 這個道理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640 10塊多可以640 那我們剛剛講可承24塊 那不得了 那股價不是三四百了 可以漲到三四百了 對不對 所以不是這樣算的 所以這個道理你要把它搞懂 這個道理搞不懂 你不知道怎麼漲上來 又沒有業績又沒有很好 為什麼可以漲3.5倍 來 那你就必須有一套方法來運用它 來 詹明的方法很簡單 我告訴你 這個方法很簡單 來 就在這裡 日線周線同步販多它會大漲 日線周線同步轉空它會大跌 所以我們剛剛講過可承了 日線轉空 周線也轉空 今天沒帶周線就不講了 日線剛剛講了 那我們這兩個股票大漲 來 請問日線有沒有販多 有啊 有沒有三線販多 有 周線呢 請問周線有沒有三線販多 沒有啊 有沒有 請問這裡是很高嗎 還是很低 應該算滿低的嘛 好 是不是 所以你有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賺到這種股票的錢 你不是每天看基本面 看基本面 看那個沒有用 你哪一次不是看基本面 輸掉錢的 不是這樣嗎 對不對 所以你要用的是什麼方法 用這個方法對不對 來 美率 195 跌到30 那你說它基本面不好 它怎麼會漲到195 不可能啊 爛公司怎麼會漲到195 對不對 最好的地方 你看到業績最好之後 你買進去 結果 賠85% 來 什麼格局 喔 不對了 頭邊喔 你會不會跑啊 如果你高檔看到這樣 你要不要跑 你告訴我 你不跑就沒命了 我跟你講 看了這格局你要不要跑 格局不對了嘛 你會跌到這裡才來後悔嗎 中間這一段有沒有買點 沒有啊 所以當你把這個道理搞懂之後 我想人生會豁然開 非常開心的 你不會再買到一些亂七八糟股票 不會一賠是三成五成 為什麼它會跌將六成 高檔有什麼跡下 這是不是18塊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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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如此 高檔很轉空的 反彈上來又是賣壓 又是賣壓又是賣壓 反彈上來又是賣壓 一大堆 你告訴我怎麼買 所以你看這麼長的時間過去 一年過去 我沒有講過友達可以買 反而我跟你講 友達很多次都跟你講不能買 但你是不是避開的 群創人一樣啊 為什麼 一樣的格局 所以不管友達也好 不管群創人也好 一年內我沒有買過 我也不會電視上跟他講可以買 而且跟他講不能買 原因就在這裡 好 當然為了要買什麼 投資朋友要記得 當大盤無法大漲 只有高手 高手會把資金大量集中 在少數的股票上面 什麼股票 有啊 你看他可以漲六倍的 這是什麼題材 投資朋友 我在這次演講 通通會告訴你 來 禮拜六台中 禮拜天高雄 禮拜一晚上回到台北 記得把電話打通完成報名 作為有限 我們把時間交給主持人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提 請觀眾朋友 節目當中的資料 請問參考 投資朋友還是要多力判斷 顯示評估風險 再會 不一樣 吃下去的時候 它是一種很淡雅香氣 高雄捷運周邊 有哪些好吃又好玩的景點 昨天本週六晚上8點鐘 東森採聽新聞台 新旅行 日曆冷氣大贈送 送您世界名牌好領 政府再補助2000元 日曆變停冷氣 消瘦抵音 水電 泥座 木工 裝潢大小事 都是艾菲爾的事 艾菲爾系統家具 裝潢你的家 簡單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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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